在台湾说到好吃的面食总脱不了外申口味或是眷村地缘 有个浪子台客却能制霸眷村 做出让眷村伯伯都大大满意的大葱烧饼 他的烧饼面体厚实有嚼劲 葱花用量非常的豪迈 就跟老板的性格一样霸气外露 常常还没出炉就已经被预定一空 不过刚创业的时候街坊都不看好 总觉得面食没有渊源的台客怎么可能做好烧饼 就带你来看看这个台客到底怎么办到 火烫烫的葱烧饼才刚刚出炉选间扫过清空 这是眷村里最让人兴致葱葱的限量美味 还香 然后葱好多 还有脆脆的 刚好好酥 还一个人可以吃一个 经过的时候都说要吃要吃 蛮香的 它的芝麻葱放得蛮多的 鲜绿葱花霸气外露 一肚子薄薄满满满好气充满 烤到脸都绿了还是解不了老饕嘴馋 非常真的没办 我不要又问他 反正我买都买不到就是了 每天预约满单 如果想吃就得碰碰运气 但谁也想象不到 吃霸子健存的是个超级开客 我刚做的时候 也是这么多人给你看事 就连我朋友去买那个电扇 人就问说你们是要做事 然后我们朋友就说我们朋友要做烤饼 如果我做烤饼 那有什么事 那开了三个月 杨宗林一身精彩 当初误闯外省大本营 还没开张街坊林立 已经酸言酸语等看好戏 结果老面也不赏脸 天天闹情绪 NG烧饼一天上百片 家人朋友吃到愁眉苦脸 想请朋友吃 吃到他都会惊 怕惊 怕惊 看着我的电话就没想到吃 真的 看着我的电话 这我们还要吃病 早期有着各种不完美 但也舍不得浪费 一边分送孤苦弱势 一边继续四处逃脚 别看他大咧咧的浪子样 对吃其实异常挑剔 难伺候的程度 老妈深受其害 一肚子苦水 吃到最不好的 最不好的 今天我们吃 鸡饼都没了 你如果说大人 一整个都可以 你如果出哪里也没了 鸡饼都没了 还能吃了 我常常去吃泡米 煮到我没有开吃的菜 我的鸡就不去驚乱 不对味的 宁可饿着肚子也不愿意让步 烧饼上的猪油就是铁证 在单纯的肥油之外 非得刷上瘦巴巴的肉墨 增添那幽微的油香 自稱是典型的住女座 調味完全不妥協 被嚇掉的時候 又恢復江湖氣派 從花大拔大拔 阿沙利 堆成了一座小山 因為我們吃起來比較香 還有蔥味 還有人家跟我說 叫我蔥味不要贏 做的現在蔥味很貴 蔥味不要放 這個人家說蔥味不放 這個都非常貴 我說這樣 我們要探蔥就沒去 就算不貴 我們在外面的外面 也是這樣 外面這個喔 對啊 我蔥味不放 我們也去這裡 可以 大街豪邁的性格 和鑽研燒餅用心 首客卑卑都看在眼裡 經常分享經驗 提點個幾句 這台客小子也算爭氣 越來越精進 他們就好吃的話 他們會誇獎你 對 給你逼幾個讚 其實自己心裡 當然是內心是覺得說蠻爽的 外省貝貝的肯定 讓楊宗林越做越有信心 口味的嘗試也逐漸多樣 像是韭菜餅 皮膚線爆 一口藥薩立刻爆料 感覺你很像在吃掉而已 那個餅皮只是一種配合而已 對 主角就是裡面的線這樣子 超飽的好不好 你自己看 整個綠色都退出來了 你有沒有看到 包成這樣 完全看不到皮了 整個只有餡料而已 超讚的 就藥客人吃得過癮 麵皮比照小籠包的做法 邊推邊趕 外圈趕到薄不透透 包線收口也有手法講究 一旁的老媽只是一個分心 麵皮收厚了 楊宗林連珠泡般碎面爆發 我外面講這樣子 就是這個手勢 那個大拇指就是不能放 然後我媽都會放 放了你收口就會比較厚 包餅歸歸毛毛 刷油的份量 楊宗林也緊釘不放 兒子養這麼大 老媽從沒見過如此執著的模樣 變哥的程度已經到了六親不願 和讀書時期散漫的態度相比 幾乎是天然之差 攔了口 找到看不見 去學校我們老師又跟我說 你只要不要吵 你可以睡覺 讀高中讀到教官 請我吃便當說叫我乖一點 沒興趣的事非常隨興 但認真起來就是鋼鐵般的意志 出席生意極度驚淡 老媽屢屢提議關門大吉 楊宗林卻死守的店面說什麼都不放棄 大家都創意 怎麼做 楊宗林你如果聖地做就知道做地 其實我也不愛做 不過我也要做就做得對 從來不曾下廚做家事的他 開始學習洗菜備樂 為了蔥香多汁 新鮮翠綠 經常忍著滿是辛辣切蔥 切到臉歪嘴斜痛苦流涕 比較刺激比較危險 因為我們主要的材料就是蔥 蔥子吃就沒吃 吃起來沒那個香氣 你看我怎麼說怎麼想要烤 剛才我客人不知道 他們說我跟我母親是怎樣 加蔥子加起來烤 市畢公卿苦幹例行 儘管和菜刀不太熟 時不時見血流疤 也不曾打消繼續努力的念頭 一切的一切媽媽女友都看在眼裡 其實也不是很有信心 做生意就是這樣 就還是總是要一個人自己的媽媽 不然大家都不太好看 家人引溫暖融化了鐵漢 堅定了浪子回頭 推別過去的決心 讓這股被看好的手品鋪 人氣發燒 成就眷村邊上的台客傳奇